各位來賞GameHouse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來賞要跟各位介紹的呢 就是鋼彈AXIA REPEAR2的宿主開箱 那現在大家看到這個樣子呢 就是已經宿主王的樣子啦 那我們接下來呢就一一的來介紹他的零件 首先呢我們就先從頭部開始 這個呢就是頭部 頭部呢跟原本的AXIA呢沒有差別 就都是這樣子 好這個是頭部 再來呢是身體的部分 身體的部分呢跟AXIA呢也沒有太大的差異 那唯一有差別比較大的呢 就是後面的裙甲這邊 好然後呢他的太陽爐呢 就可以稍微拉出來一點的 像這樣子 好 那他後面這個呢也可以打開 像這樣子 好這個呢就是身體的部分 再來呢我們來看一下手部 手部呢比較大的不同呢就是他這邊原本有一個GN粒子的輸送袋呢沒有了 然後呢後面這邊呢原本有光束軍刀但也沒有了 好然後這邊呢也變得不一樣 那他的可動性呢就是這樣子 這個呢就是手部 這個呢就是手部 接下來呢我們來看一下腿部 腿部呢原本後面他的側邊這邊呢有一個GN鍵可以放置GN鍵的地方 但是現在這邊呢他把它改成放光束軍刀的地方 好然後原本這邊呢原本這邊呢也有GN粒子的輸送袋呢也沒有啦 那這是腿部 好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可動性 好 他可動性呢一樣很好那這邊呢一樣會有裝甲連動性 在這邊 好 好 這個呢就是腿部 那接下來呢我們就來看一下他的武裝 首先呢就是他的光束軍刀 他的光束軍刀的效果套件呢有兩個一個是短的 一個是長的 像這樣子 那再來呢就是他的GN鍵 GN鍵改 那這個GN鍵呢應該是第三代的 GN鍵呢改過來的 好他可以這樣子移動 那他的造型呢我們可以看到說他的造型呢非常的仔細 這個呢就是GN鍵改 好 那他這一次呢一樣有附一個盾牌 那這個盾牌呢其實在動畫裡面 AXIA Repair 2呢剛出來的時候呢 賴場記得是沒有盾牌的 只有配置GN鍵改而已 好 那他這一次的手呢除了原本那種握拳的手之外呢 還有另外三種 就是 像這個 像這個呢就是展開的手 然後拿武器的手 跟擺便手呢都在這邊 好 好 那接下來這個呢就是他的膠貼 那LINE賞呢一樣就會把膠貼呢給貼上去 那完成之後呢一樣會拍一個完成開箱給各位看 那以上這個呢就是 鋼彈AXIA Repair 2的宿主開箱 好那今天的開箱呢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啦 那LINE賞GAMEHOUSE 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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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